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和大家跟進下今天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Fortune Insight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因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策成為Fortune Insight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 2023 優惠詳情,請留意這條片下面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馬斯克·伊勒麥斯將Twitter改名為X2過去一個月 一些用戶仍抵觸者一改變 甚至想方設法假裝它沒有發生過 這些用戶使用專門設計的軟體工具 在設備上恢復原來的藍白小鳥標誌 以取代新圖標風格化 黑底白字的字母X 他們還把貼紙的提法改回推文 並還原其他一些用戶體驗選項 澳洲亞德萊德的36歲零售業員工 Berlinda Davy 表示 我覺得X圖標太無趣了 還有點令人壓抑 它只會給我一種消極的感覺 它利用Aposhkas的一項功能 把手機上的X應用圖標改回藍白小鳥 它在Apps上發布的修改教程 獲得了150多萬次瀏覽 許多用戶在回覆中還呼籲 推出Android版的解決方法 自去年10月收購Twitter以來 馬斯克對這個已有17年歷史的平台 進行了大量改革 除了更改全球知名的 Rhythm名稱和圖標 還顛覆了舊的藍鉤認證系統 並創建了一個會大量推送它自己推問的算法 一些用戶則對這些改變表示歡迎 相關調整是馬斯克 將這個微博客平台 打造成一款萬能應用願景的舉措之一 馬斯克設想中的 EARKS將提供包括長影片和金融支付 在內的一系列服務 同時減少對用戶在這個平台上 發布內容的審核 29歲的Eric Wu 是網球頻道 Tennis Channel 的一名媒體協調員 他與X 的品牌重數讓他很受鼓募 也讓他更想使用這款應用 Twitter是個好的開始 他補充越 但考慮到這個平台的發展力情 他需要一個優秀的新起點 也有人認為在Twitter令人難以接受的轉型過程中 品牌重數是促使他們放棄的最後一斤稻草 他們發誓將轉投其他社交媒體平台 還有一些人認為 新名稱和外觀 以及其他改動令人不快或感到陌生 但他們太喜歡這個平台了 所以不願離開 41歲的軟體工程師Jonathan Bill Cannon 為Twitter開發了用於網絡瀏覽器的插件 Control Panel 讓用戶可以對X 界面進行更改 Bill Cannon稱 該擴展程式的用戶數量已超過10萬 自從馬斯克接管並開始改革以來 使用該擴展程式的人數飛速增長 他表示 更會X 品牌名最初視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我確實找不到選項卡 Bill Cannon稱 他越他習慣於創建擴展程式 來更改他所使用的 希望擁有更多功能的任何網站 根據市場情報公司SensorTower的估計 自7月份更明以來 在美國IOS用戶對X 的所有評價中 超過70%是一星評價 而在先前30天內 這一比例約為50% 自更明以來 在X 的所有美國IOS用戶評價中 被提及最多的詞是 Twitter和名稱 X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公司會聽取反饋意見 該公司還稱 根據他自己的人氣報告 每四個人中 就有三人對更明感覺良好或非常正面 一些人仍不喜歡這一變化 對我來說,這不真實 24歲的Brittany Canos 表示 她是德克薩斯州 歐斯廳的一名藝術家 藝術教育工作者 我們身邊沒有人適應她 沒有人說我要在X上發帖 大家還在叫她 Twitter以及發推文 Canos 對該應用圖標的重新設計更進了一步 現在,她手機上該應用的圖標是一隻小鳥 但背景是煤粉色 而不是經典的藍色 X 最近的一項修改 讓用戶能夠有效地消除 早前馬斯克對該平台一項改動帶來的影響 今年早些時候 馬斯克改革了舊的Twitter用戶身份驗證系統 向那些付錢購買一項如今被稱為 X Premium 的訂閱服務的用戶提供標誌性的藍鉤認證標記 批評人士稱此舉加大了用戶區分真實賬戶和舞牌賬戶的難度 而且讓藍鉤變成了一個極化的符號 本月,X 推出了一項新功能 允許X Premium 用戶按照自己的意願隱藏藍鉤標記 一些用戶選擇隱藏自己的藍鉤標記 某些情況下是為了避免與該符號含義發生變化且上關係 一些人正在利用瀏覽器擴展功能來過盧那些訂閱了X Premium 的用戶 以此保留馬斯克入主前的Twitter體驗 Ryan Bunber 月使用攔截器 已成為他瀏覽該平台時不可話缺的手段 這位48歲從事技術支持工作的人士表示 在運行該軟體時看著葉門X主題貼紙消失 那各就像在老虎機上贏了大獎 另外一宗新聞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Gina Raimondo 週三結束的中國之行 標誌著美中兩國政府恢復經濟和商業對話 為那些稱在華營商環境日益艱難的美國公司帶來一線希望 然而儘管雷蒙多承諾新接觸在未來幾個月將產生一些成果 但美國企業的代表們表示 對於兩國間日益升溫的政治緊張局勢的影響 他們仍深感憂慮 企業已經遭遇美國對出口和投資的新限制 以及中國的相應反制措施 此外中國歷來還有其他一些障礙 比如歧視性補貼和竊取知識產權的行為 中國美國商會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總裁何買可Michael Harting 感覺就像機器重啟了 雷蒙多的此次訪問是美國商務部長五年來 首次訪問何買可說此行讓氛圍冷靜下來 增加了建設性減少了對抗性 雷蒙多為其四天的訪問行程 包括與中國官員的長時間會談 以及與美國商界領袖的助談 此行的成果包括成立了一個 幫助解決企業面臨的貿易和投資問題的工作組 以及設立了一個用於交流出口管制資訊的論壇 出口管制是兩國為防止關鍵產品落入對方手中 而雙雙使用的一種又爭議的工具 雷蒙多在周三下午離開上海前的新聞發布會上月 我並不只望在我的首次訪華之行中 我與中國官員的首次會員後 我們就能突然解決具體的問題 他如我事來坦述、準確地淺述 美國公司和工作者面臨的挑戰 在中國的商業支都上海雷蒙多參觀了上海紐約大學 強調了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重要性 幾百名美國學生在這裏與他們的中國同學一起學習 雷蒙多的行程包括在一次原著會議上 會見美國跨國公司駐華負責人 這些負責人提及了所面臨的挑戰 如中國不透明的數據收集和轉移規定 以及許多技術 制約和化工企業在政府扣方面遇到的障礙 上海美國商會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會長 Shan Stein 表示 看起來雷蒙多確實有意嘗試減輕美國公司 在中國面臨的困難 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變化 不再像拜登政府頭兩年半任期中那樣 完全把注意力放在美國國家安全上 作為對美國軟實力的展示 雷蒙多還參觀了上海迪士尼樂園 微笑著向家庭和青少年揮手致意 他擁抱了一名七歲的中國女孩 這名女孩身上穿著上海迪士尼吉祥物 粉紅色狐狸寧娜貝爾服裝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總裁及總經理是日俊 做Shop在談到本州建立的美中溝通渠道時表示 雙方在磋商 這是好事 上海迪士尼樂園 2022年因新冠疫情累計閉院133天 在那之後隨著中國放鬆動態清零防疫政策 上海迪士尼樂園的業務隨之反達 在最近的財貴上海園區的收入 營業離任和利人律都創下了紀錄新高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 雷夢多把離開中國前的新聞發布會地點 損在上海普通國際機場的波音機庫里 旨在提醒人們注意到美國公司面臨的困難 中國的航空公司今年一月恢復了波音737 MAX飛機的飛行 但如演如烈的中美貿易爭端已沉重打擊了波音 令其近年來緊向中方交付了一些其他型號的飛機 並且基本未拿到新訂單波音已堆積了85架 未交付的為中國的航空公司生產的MAX飛機 恢復交付將讓波音獲得及稅的現金 儘管外界之前對此有一些期望 但雷夢多並未提及BES飛機恢復交付事宜 雷夢多訪華正值近年來中美商業關係最緊張之際 美國公司被捐入地緣政治的針鋒相對之中 同時中國政府嚴厲的新冠防疫舉措 在拜登政府實施出口管制 阻止美國晶片技術進入中國晶片產業後 中國以重大安全風險為由 禁止國內大型企業購晶片製造商 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 母的產品本月應特異公司Intel Inc收購以色列公司TASAMI Conductor的交易 也因中國監管機構未予批准而被放棄 中國玩家強料對諮詢和盡職調查公司的審查 對貝恩公司Banko的員工進行文化 並以涉嫌違法從事業務為由 對美斯明治集團Mins Group 處以150萬美元罰款 美國商界一些人士表示 與特朗普政府以來雙方緊張的政治關係 中美的會談承諾可能是逐步推進的 中國美國商會前會長、博音律師事務所 北京辦事處的合夥人更莫慢James 詩文文稱 上方需要緩和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延遲 不要再把所有行動都視為威脅或輕時 更莫慢說在重新獲得某種程度的信任之前 任何級別的對話或工作小組的進展 最多也就是一般的寒暈 雷蒙多此行正值中國努力 從振疲遠的經濟之際 目前中國經濟受到出口下滑 消費價格下降和青年失業率創新高的拖累 為了幫助支撐經濟增長 中國政府尋求穩定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的關係 並促進與這些國家的貿易 這些國家正在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中國官員還向外國投資者保證 他們仍然對來自西方的企業闖開大門 今年上半年 美國進口商品中有13.3%來自中國 這個比為20年來最低水平 2022年外國對華直接投資 同比下降48% 今年繼續大幅下降 儘管如此 中國政府仍公開堅呈 改善中美關係的責任仍在華盛頓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在本週二對雷蒙多表示 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 希望美方與中方一度努力 拿出更多務實有益行動 把中美關係維護好發展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